林家欣這天以大使身份 出席慈善團體的頒獎典禮 她接受我們訪問時就說到 最近和兩個女兒去了戲院 看她和遠景天主演的電影 整個戲院應該都知道我在這裡 因為我一出場 我的女兒就說 媽咪 那個是不是你呀 嘩 然後她都說 嘩 那個男人今天是 反應很大 然後很大聲 她們覺得自己很細聲 但我覺得很大聲 所以我說 喂 我們早點快點走 哈哈哈哈 很尷尬 但她們有看了 沒有 我有跟她們分享 我是一個演員 那是一個虛的世界 她和遠景天在戲裡面有藏氣 怕不怕女女看到的 其實在劇本上沒有寫藏氣的動作 她純粹是講一個 一個內心的一個情感的世界 但是在拍攝的時候才要讀 但沒有 其實她們看完 她們都知道 噢 媽咪是一個演員 就是這樣 但以前會不會有疑惑呢 那些女兒未大 當然小的時候就不會 沒有可能讓她看 但現在因為十四歲 其實你網上都看到 我意思是說 有時候都是透過我的作品 讓她們知道 其實媽咪在做什麼 我覺得都好 讓她們知道 和她們分享 她們分享 她們分享 她們分享